大家好,收看股市永勝 很多投資朋友都記得 王良曾經在農曆年開紅盤之後 告訴過各位 我連續五天都帶會員 買進同一檔股票,對不對 我天天買的都是同一檔股票 當時股票買完並沒有立刻大漲 但是王良告訴我每一個會員 有很多甚至於是我親自打電話跟他們說的 我告訴他們說 這一支股票我認為四月份會大漲 尤其在四月中旬之後還會有更大的行情 因為這一間公司它最主要的產品 包括二極體,包括MOSAFE 那麼二極體現在也在漲 MOSAFE現在還在缺貨,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在今年它具有非常大的轉機性 王良當時怎麼形容它,我跟大家講過 這是一檔大股東絕對不會賣的低價轉機股 為什麼?因為在去年有兩大上市公司合作來入股 並且總共買了三萬八千張 超過它一半的一個流通在外的股數 買了三萬八千張 我跟各位說 私募的股票要鎖三年,對不對 可是公司帳面上的現金呢 如果是一檔大股票會員買進五天的股票 在今天從二十塊出頭 漲到了三十一塊以上 今天的收盤價創下了波亂新高 往來讓所有買的人都賺 而這檔股票我認為喔 接下來它還會再漲 可是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其實都希望能夠從第一檔開始佈局 從第一檔來開始霸佔長線股,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如果前一波你有看到王良帶會員買威盛 你有看到王良帶會員買望虹 你有看到王良每天帶會員買同一檔股票 買進這一檔大股東絕對不會賣的低價轉機股 而且在今天創下的波亂新高 我跟各位說接下來呢 我認為會進入今年的股票市場 最好賺,賺得最多 也能夠賺得最快的一段 但是有一個關鍵 你必須要能夠掌握到主流 那為了幫助更多的投資朋友 我告訴各位下個禮拜一 我呢已經鎖定好一檔全新的股票 一檔從底部開始準備要大漲的股票 我希望大家要能夠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跟各位說 這檔股票 它現在呢 還在歷史的低點附近 對不對 但是底部爆大量 底部爆大量 王良認為很有可能先漲五成 再漲一倍 那我為什麼認為它會漲 我先跟各位說 這間公司我把它定位成呢 叫做達爾夫第二 我相信很多人 在上個禮拜 都有看到王良推薦 風力發電 推薦生技股 對不對 這裡面包括達爾夫 而你們看到達爾夫 拉出了一根 接著一根 再一根的漲停滿 一下子 股票漲了多少 股票漲了60 一下子就漲六成了 對不對 而這檔股票 王良認為 它很有可能接替達爾夫的一個漲勢 並且它也是一檔生技股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這檔股票 我跟各位說 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只要你能夠把電話撥通 王良就讓大家得到 你們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並且在待會的節目裡面 我會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認為它會大漲 為什麼王良看好它 就好像我當初在買 這一個低價轉期股一樣 我當初在買大股東 絕對不會賣的低價轉期股一樣 我知道 很多人都很想要賺錢 對不對 很多人都很想要買股票 可是你們不知道哪些股票它有題材 不知道現在的資金 在往哪裡去做集中對不對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在今天手上的股票跌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 因為明明基本面也很好啊 明明這些公司體質也很健康啊 明明老闆也很正派啊 對不對 可是在今天我跟各位說 市場的資金其實 它會尋找主力最小的路徑去前進 它會尋找接下來最會飆最會漲的股票 去做集中對不對 王良有沒有告訴過各位 從上個禮拜我就跟大家講 接下來什麼最會漲 接下來什麼最會飆 接下來什麼最會飆 接下來什麼股票 我們應該要用力買 在上面買 我記得我跟各位說過 王良要告訴各位的是 現在要用力買的是什麼 是人口跟供電的概念股 那什麼是人口跟供電的概念股 這裡面包括生計 也包括風力發電 對不對 講到風力發電 我知道這兩天 最穿的是什麼 最穿的就是上尾 對不對 除了上尾之外呢 還包括永貫 還包括這一個 還包括這一個中甘股 對不對 除了中甘股 還包括台船 我請問你 如果你有看完的節目 你敢不敢買 如果你有看完的節目 你敢不敢追 我告訴各位 做股票有的時候 你不能夠永遠在那裡去等 你不能夠永遠呢 在那裡去撐 如果你真的想要賺錢 我告訴各位 人能咖緊細咖 對不對 該追的 該搶的 該去鎖的 有的時候呢 你非做不可 要不然 你現在手上的 持有的股票 很有可能呢 就是在跌的 很有可能 就是沒有人在看的 你們在看下去 王良上個禮拜 告訴過各位 我要用力買進的 是人口跟供電概念股 對不對 包括生計 包括風力發電 那麼 在風力發電的部分 第一支 跟大家講什麼 第一支 跟大家談的 是這個上緯 再來呢 包括永貫 今天是4月3號 王良不是昨天 王良不是前天 才告訴你喔 329 330 3月31 都有上班 對不對 3月29號 王良告訴你上緯 還有包括 永貫 還有包括 中鋼購 還有包括 這一個台船 黑頭輪 台船17塊 中鋼購 23塊 永貫呢 86塊 然後上緯呢 117塊 117塊 接下來呢 上緯 永貫 中鋼購 台船 你們再看下去 上緯 3月30號 漲停滿 你剛剛聽到多少 117 117 對不對 隔一天 128 再來呢 141 漲停滿 再來呢 155 漲停滿 再來呢 今天喔 170.5 又漲停滿 有沒有很快 為什麼我跟大家強調的是 用力買 你看到了沒有 除了上緯之外呢 包括中鋼購 一下子 23到26 漲停 28塊6 漲停滿 31塊 漲停滿 我跟你講 今天 34塊半 又漲停滿 這一波呢 會員 他就是去買到了 而且呢 還一口氣連撈了 四根漲停滿 除了中鋼購之外呢 我告訴各位 你看到上緯 看到永貫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中鋼購 還有呢 今天的台船 是不是教雄在那邊 被你做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 其實 在這個地方 股票不是不能做 而是很多人不曉得 現在到底 應該要怎麼做 對不對 那針對這個風力發電 王良要告訴各位 我認為 下個禮拜之後 其實會有震浪 震浪的同時呢 也會產生買點 然後再來呢 王良還打算 要再帶會員去做切入 我認為這個族群 他也不會只是長一天 也不會只是長兩天 而是能夠長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這裡面是有大錢的 為什麼 因為背後是有主力的 對不對 而背後的主力 王良告訴各位 很多人都說 這一波上緯大漲 中鋼購大漲 或者是呢 王良的 這一個生技股大漲 包括百元 包括達爾夫 我跟各位說 背後有沒有主力 絕對有 背後的主力是誰 我告訴各位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政府 針對風力發電 針對生技產業 是不是全力做多 對不對 你們再看下去 接下來 王良要帶會員 用力買進的 還是人口跟供電概念股 你前一波沒跟上 沒有關係 接下來還有機會 就像有些股票 如果你願意去做佈局 我告訴你 其實很快的 就能夠收到效果 如果你不相信 只要你跟上主流 賺錢的速度會很快 我跟你說 講到這個生技 有一檔 低價的生技股 王良上個禮拜 一樣帶會員去買 定價下去買 穿價全部成交 休息了兩天之後 我告訴各位 今天漲停板 讓買的人都賺 對基高票 那基高票叫做何康生 今天的何康生 拉到漲停板鎖起來 而何康生 是不是一檔低價轉機股 今天的漲停板 也不過 才27塊7 但是呢 今天的漲停板 是創下波段新高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上個禮拜 跟王良買何康生的人 全部都賺錢 對不對 因為我有說過 再來我們是要 用力去買股票的 那麼 下個禮拜一 我跟各位說 有一檔生技股 王良認為 它非常有潛力 王良認為它非常有價值 而且物超所值 而且呢 具有很高的轉機性 甚至於 今年公司 還可以賺 非常非常多錢 如果你想知道 是哪一支 如果你想要得到 我跟各位說 請你鎖定我的節目 在廣告過後 王良還有更精彩的內容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來 來自娘家的堅持 全國獨家製程 全程不驚人手 以母親的精神 堅持始終完美的 大家好 我是鄭明娟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 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 投資趨勢 請鎖定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中保主 掌握未來 四十日間 二十日間 限分洋 你為何 都塑膜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在今天 王良之前所布局的低价转机股 一档大股东 绝对不会卖的低价转机股 能够来切入二级体 能够切入Mersafe 而且在接下来 今年的一个六月 还有IGBT的这间公司 它创下了波段新高 从20块附近 涨到了31块以上 我相信 也许有很多投资朋友 都已经猜到是哪一支 对不对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 是不是发现 当时确实有机会买 确实有机会让你们大买 对不对 今天股票创新高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 王良还有新的标的 王良还有新的想法 王良接下来 还要在代会员买进新的股票 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一档股票 是我认为今年 非常有转积性的一档生计股 而且这档股票 它的股价还在长线的低档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 是未来有空间的股票 对不对 那么这档股票呢 王良认为 以它的爆发力来讲 非常有可能 也最适合把它称之为呢 是达尔夫第二 那么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档股票 我跟各位说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来电就能够得到 可是我希望各位 要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这档股票 王良只开放今天 来跟大家分享 下个礼拜之后呢 我告诉各位 绝对就没这么好康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要能够记得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王良上礼拜所谈的 除了你上一段节目 所看到的风力发电之外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生计 对不对 王良跟各位谈生计股的同时 我直接告诉各位 问一下 开拨正经 我要去买什么样的股票 是不是 全市场有哪一个人 能够像王良一样 盘前就决定股票的价位 盘前就决定 要买进什么样的股票 甚至不是盘前 前一天就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前一天告诉过各位 我要用力买 人口跟供电概念股 包括生计 包括风力发电 今天如果你买对了主流 我跟各位说 纵使短线稍微整理一下 很快的 它就创新高了 比如像何康生 王良会员手上的何康生 我跟各位说 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让全部买的人都赚 因为买的是主流 对不对 今天大盘的成价量多少 1000亿出头 所以你要想想看 现在最热门的最流行的 最强的在哪里 那除了何康生之外呢 我也跟大家谈到立峰 3月28号 我告诉各位说 我3月29号 开盘之前要买 买什么 有四档生计股 往来要下去买 对不对 我说买就买 绝不啰嗦 如果你今天看到 风力发电股大涨 你看到生计股大涨 我问各位 你要怎么做股票 你要很含蓄吗 你要怎么做股票 你要很矜持吗 你要怎么做股票 我跟各位说 你要放开来做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不买 别人也买 因为如果你不拉 别人也去拉 对不对 大家所在看的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股票 现在最有人气 是什么样的股票 现在最多的人 会下去跟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 往来带会员买立峰 带会员买左登 我说过 开盘之前要通知谁 开盘之前要通知的 除了立峰 除了左登 还包括百元 还包括这个大夫 通通通都是在 三月二十八号的节目当中 做预告 然后我量做了没有 三月二十九号 八点四十三分 买立峰 三月二十九号 八点四十二分 买左登 三月二十九号 八点四十分 买百元 对不对 再来呢 还买了什么 还买了 达尔夫 通知了达尔夫 在八点四十二分 一样是三月二十九号 今天我是前一天的节目 就把这四档股票 摆在大家的面前 为什么 因为我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这个族群会涨 因为我晓得不管买在什么价位 我告诉各位 会员接下来都能够赚钱 对不对 股票一定会有震荡 可是如果你买的是主流 我告诉各位 晃一晃 它就上去了 晃一晃 它就创新高了 对不对 这一波 往来所谈的 哪一支没有创新高 立峰有没有创新高 涨到哪里 涨到215.5 创新高 而且会员是一买完就大赚 如果你不是买主流 你怎么一买完就大赚 包括左登 涨到多少 涨到80块钱创新高 也是一买完 它就上去了 也是一买完就大赚了 对不对 包括这一个百元 买完之后涨停满 接下来创新高 涨到86块钱 你光是看到K线 如果能够买到立峰 如果能够买到左登 如果能够买到百元 能不能够赚到钱 你会发现说 真的能够赚钱 但是 你们跨出这一步没有 但是你们想清楚没有 但是上个礼拜 我来说告诉各位的 你记下来的没有 我所跟各位谈的这些股票 有哪一支 你现在回去验证 有哪一支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没有大涨 没有创新高的 那再来呢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一档是达尔夫 你们也有看到 我在开盘之前 四档股票 全部通知 8点40分 全部通知 不管你动作 是快还是慢 我跟各位说 一定都还来得及 对不对 因为足足 还有20分钟的时间 你可以去下单 我两边有信心 我当然有信心 结果达尔夫呢 拉出了一根掌停板 两根掌停板 再来呢 三根掌停板 今天一开盘 两名售 到收盘都没有开 今天是4月3号 对不对 你看到达尔夫 连标三根掌停板上来 你们还记不记得 时间过得真快 为什么 因为3月28号 我来告诉你们的 不就是达尔夫吗 那个时候几块 我们再放大一点 那个时候114.5 对不对 今天股票涨到多少钱 今天股票涨到了162 如果你问我 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大盘是涨还是跌 我跟各位说 我根本呢 就不知道 我根本呢 就不在意 因为我娘 跟大家强调过一件事 如果你要做锋利 如果你要做生计 你可以把美国的股票 你可以把 这个大盘指数 忘得一干二净 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一下子 要去想美国 一下子要去看大盘指数 我跟你说 这一波 上尾你一定赚不到 包括中刚购 你一定追不下去 对不对 包括呢 你刚刚所看到的 立峰 百言 左登大夫 也不可能会下去买 那现在你看到 这些股票上海了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那再来 还没有生计股 还没被人家发现 而且接下来会涨的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还有 我已经掌握住了 如果你这一波错过了达尔夫 我跟各位说 达尔夫是从底部上海的 对不对 是创下历史新低 然后才开始飙的 这就是台湾的生计股 我告诉各位 最强最汉 也最猛 所以再来呢 还有一档生计股 它是像达尔夫一样 现在股价呢 也是刚刚怎样 来到它的历史低点 但是打出了一个 相当相当漂亮的底部 如果你们错过了达尔夫 我跟各位说 这里还有一档股票 而且这一间公司 我先告诉各位 去年赔两元 可是你不要怕 什么样的股票最会飙 各位想想看 如果去年赚两块 今年赚三块 我问各位 你会想买吗 如果去年赚五块 今年赚四块 我告诉各位 不但不会涨 它还会跌 对不对 可是如果有一间公司 去年赔两块 今年有可能 有可能 有机会转亏为盈 甚至于 从六块钱起跳的话 这一来一往 差了八块钱 这就是公司的 基本面上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如果去年赔两块 今年有机会 赚到六块钱以上 我跟各位说 这种股票 你觉得 未来会不会飙 这种事情 常常发生在 那就是生计股的身上 那我两个为什么 对他那么有信心 为什么节目一开始 我要先拿出一档 大股东 不会卖的低价转机股 来做开场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觉得他老板 也用不着卖股票 股票也会飙 为什么 因为他太有钱了 他曾经创下一个 无人能级的记录 他曾经创办过 全美第四大的学民药厂 结果这一间药厂 被国际大厂 以六百亿的天价收购 所以我告诉各位 他把这一个 他创办的药厂卖掉之后 接下来呢 他回到台湾 然后成立了这间公司 其实这种心态 就好像呢 这一个之前你们所看到的 这个综裕 或者是耗顶 其实是相同的心情 只是每一间公司 他发酵的时机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而这间公司 我告诉各位 他今年 还会有三个学民药 要能够取得 美国的药证 所以为什么 我能告诉你说 去年赔两块 今年渴望转亏为盈 今年渴望转亏为盈的数字 已经是在我的掌握当中了 我甚至于呢 在下个礼拜一 我能够算出来告诉你 为什么 我能认为会从六块钱起跳 而且股票还在历史低点 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基本面呢 比过去的任何一段时期 都要来得更好 那如果你是大股东 你会不会吸收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这档股票 我能告诉各位 这就是达尔夫第二 去年赔两块 今年渴望转亏为盈 而且呢 而且他的创办人 实力雄厚 而且今年还有三个学民药 要能够取得美国的药证 所以爆发力十足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只要你能够把电话拨通 下个礼拜一 我能就指派专人 来带领大家买进 如果你有兴趣 请你立刻行动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